28House的約每日樓市 事隔三年 在有新盤一日之内沽清所有单位 连同其他新盤销售 大协今个月一手成交 去到超过2700宗 经大约7个月高位 业价月计今个月的一手成交 可以突破3000宗 整体楼市气氛改善 长沙环单栋楼月月 过去周末首轮销售 全盘198个单位 开售大约7个钟即日沽清 属于新盤市场大约3年来首次 发展商华茂说 项目最大首卖家属于两组关联人士 合共买入9个一房单位 涉及超过4480文 计划黄竹坑站第三时期 Blue Coast 2 启德天晒天 柏惠心 和启德海湾等等成交 综合市场数据 周末两日录得大约460宗成交 推高今个月去到现在 一手成交至超过2700宗 建大约7个月高位 业界预计今个月一手成交 将会突破3000宗 可能到时一手成交就有所放门 过去周末十大屋苑成交稍有回落 最多有13宗 尼加角说一手市场交投赤热 抢去部分购买力 加上部分二手业主饭教 和开始收窄移间空间 买家考虑入市的时间辽为拉长 估计要等到下次减息 才有助刺激二手市场 九龙东的新盘市场热闹 主战场启德密密推盘之外 周边地区的货美本 亦都有游击战 行龙地产旗下牛头角的号日 计划星期五发售14个单位 其中10个单位以价单形式发售 或一都是两房的间价 面积介乎大约490至510尺 扣除最高折扣和现金回赠 售价大约896万起 赤价大约17000至2万元 发展商说项目开售三年至今 卖出130个单位吐厌大约11亿 三本抢走不少购买力 二手楼价继续挨打 东冲东环过去周末六岛四宗成交 全数业主都要蝕着走 其中一房年书房单位面积大约400尺 二价之后以475万成交 平均尺价11000多元 原业主持货7年 已买入价计账面蝕25万 看看另一宗涉价个案 蝕得更加多 是接近480尺的两房 成交价588万 平均尺价12000多元 原业主四年前买入 选手55万离场 根据代理统计 持货10年以上的涉价比例偏低 均尼地城宏都两房单位470多尺 向南望柳境减价73万之后 以845万元成交 实用车价接近18000元 原业主持货14年 账面大赚387万 单位升值近8成本 写字楼空置率的升势 持有放缓迹象 物业顾问重量联行报告 截至9月底 整体写字楼的空置率 连续两个月 维持在13.4% 五大核心区当中 九龙东的商下空置率 稍微回落 但仍然是核心区当中最高 达到18.5% 中环和尖沙咀的空置率向上 港到东就回落0.5个百分点 重量联行说 上个月甲级商下 未有六得大宗的租赁交易 正级纳量是-5.75万平方尺 整体的商下租金方面 9月再跌大约1.1% 以中环的租金跌幅较大 按月跌大约1.6% 相信随着新写字楼供应增加 多区的租金仍然会受压 欢迎收看焦点财经 我是洪家星 政府公布金融市场 应用人工智能政策宣言 以商轨模式平衡风险和机遇 相信会吸引不同金融机构 在本港拓展AI服务 刘家发报道 政府人工智能政策宣言 涵盖五个重点 包括建议金融机构 制定AI管治策略 为实施和使用AI系统定名方向 香港科技大学 也会开放AI模型和运算资源 给金融业使用 并为金融机构提供顾问和训练服务 政府同时提出 以商轨模式促进金融服务业 采用和发展AI 并同时应对网络安全 数据私隐 和知识产权保障等潜在挑战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政策宣言 旨在说明当局的政策立场 这种相关的AI和贡献 是设定新的领域 是设定新的领域 和新的新的领域 是设定新的领域 在本地發展AI服務 怎樣通過我們不同的一些 監管機構或者政策手段 令到這個市場 或者這個AI在我們金融服務的應用 能夠可持續和負責任 所以這兩條水走路的情況之下 除了具體 我們稍後不同的監管機構 都會有一些宣佈之外 是怎樣令到我們的市場 有更加大的或者更多的一個使用率 令到我們不單是大機構 一些小的金融機構 都能夠用到這些新科技 他說目前香港金融機構 在新程式AI使用率達到38% 遠高於全球平均的26%水平 隨著金融業在不同場景廣泛應用 相信會再提高普及情況 有線新聞 劉家發報導 香港和内地跨境支付有新進程 金管局和人民銀行 推動兩地快速支付系統互聯 雙方進行技術統籌 包括雅道 地域等細節商討 預計明年年中會推出市電 將來我們和內地之間銀行的支付 有些像我們轉數快的支付 即是說是24x7 小額支付是即時到上 還有是可以用電話號碼 你打對面內地一個人的電話號碼 你已經可以轉到錢過去 另外 余偉文說金管局未來兩大工作重點 是代幣化和人工智能發展 其中代幣化項目沙盒 已經有幾個用例完成測試 很快會公佈結果 而代幣化市場創新 未來會新增泰國央行和巴西央行 進行跨境測試 在推動虛擬資產發展方面 證監會將會在交易和托管量方面 研究引入新牌照 港交所下個月也會推出虛擬資產指數系列 李嘉文報導 證監會公佈多項措施 配合本港虛擬資產市場的發展 包括在明年初 成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咨詢小組 並且會根據小組未來的討論 發表虛擬資產行業優先監管事項白皮書 小組成員將會由相關持牌機構代表所組成 匯方也會考慮 就不同的虛擬資產業務引入新架牌照類別 牌照方面 其實我想你看到施政報告裡面也有說到 主要是兩方面的 一個是一些交易方面有關的牌照 以及一個是托管方面的牌照 兩方面其實證監會 他現在都和特區政府都很緊密地討論 葉智恆表示正是就此 和虛擬資產市場人士溝通 探討他們的商業模式 期望令到市場更加多元化 港交所方面 下個月15日將會推出虛擬資產指數系列 指數系列將會包括 比特幣和以太幣的參考指數和參考匯率 參考指數以相關幣總價24小時交易量 加權基準現貨價格作為基礎 並依據多間主要虛擬資產交易所的市場價格計算 即時以美元計價 參考匯率是為金融產品結算而設 在香港時間每天的下午4點 港交所表示 有關指數將會是本港第一個 符合歐盟基準法規的虛擬資產指數系列 有助為虛擬資產提供同一格參考價格 以便公眾理解相關資產的投資趨勢 本港股市反覆靠穩 內房股做好 恆治高開之後一度倒跌162點 但很快只跌回穩 十天線失而復得 收市升9點 報20599點 成交縮減到1363億 至今追入內房股 龍湖中海外都升超過百分之四 是表現最好藍籌頭兩位 啤酒股做好 華潤啤酒百威都升百分之三 光復股就逆市回吐 順義光能跌百分之四點七 是最差的藍籌 中海外季度多賺百分之九 有369億人民幣 收入跌超過一成三 總結頭三季就多賺近兩成 第三季遊戲銷售收入未跌百分之0.4 平均實現油價76.41美元一桶 跌超過百分之八 平均實現天然氣價就升超過百分之二 本港進出口連升七個月 但是升幅顯著放緩 兼且遠順預期 九月出口升百分之四點七 升幅比起八月份放緩1.7個百分點 進口就升百分之1.4 升幅放緩6.5個百分點 貿易易差擴大去到532億元 頭九個月計出口升百分之10.7 政府發言人表示貿易磨擦升溫 和環球經濟的不明朗因素 或者會繼續影響出口表現 但是內地經濟前景改善 應該會提供支持 也有經濟師相信 內地經濟可以支撐本港外貿前景 沙特阿拉伯將會首次有港股ETF掛牌 有望加深兩地資金流動 發行商相信 可以提升當地投資者對港股的形式 望好林報道 亞太區第一隻追蹤沙特阿拉伯股票的 交易所賣賣基金ETF 11個月前登陸港交所之後 追蹤香港指數的ETF 也都將會首度在東地時間星期三上市 有份參與發行的南方東英說 收到東地散戶和機構投資者認救 又說東地ETF的產品不多 港股ETF正好從中運到幾月 是會非常容易注意到有這個板塊 基金預計95%的資產投資是一隻 在香港上市 主要追蹤MSCI港股通精選指數的ETF 現時基金規模100億元 有望成為中東最大規模的ETF 雖然未必能夠在港股成交上即時反映 但丁神認為 長遠有助提升東地投資者 對港股的興趣 基金有超過四成資產 涉及內地消費股 包括美團、安達等等 並且已經根據伊斯蘭教義原則 排除了賭業、煙草和豬肉等相關股份 以及大量收入來自利息 或者過度借貸的企業 丁神說 下一步將會研究在中東市場 引入追蹤內地A股的ETF 有線新聞 王浩南報導 人民銀行再推出貨幣政策工具 即日起啟動買斷息 亦回舊操作 分析認為可以向市場提供年期較長的資金 減低年底之前降漲的幅度 為了維護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 進一步豐富銀行貨幣政策工具 人行即日起啟用公開市場 買斷息亦回舊操作工具 操作對象是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 原則上每個月開展一次操作 期限不超過一年 買斷息亦回舊採用固定數量 利率招標多重價位中標 回舊的標的包括國債、地方債、金融債券 和公司信用類債券等 分析認為新工具年期更加長 相信可以對沖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 在年底前到期對流動性的影響 人行到時未必需要再大幅度降漲 是否需要大幅度減超過R 去對沖大量的MLF到期的流動性 就未必有這麼大必要 所以其實有機會減低降漲的機會 又或者降漲不需要降漲太多 因為行長之前也提到 所以說年底前可能你降25至50 現在可能你出了一些新工具 就令到降25個基點的降漲 機會就大了 內媒引述接近人行人士說 金融機構可以根據自身情況 選擇不同利率投票 按照由高到低的次序中標 機構的中標利率就是自己的投票利率 更加能夠反映機構對資金的需求程度 日本國會大選執政自民黨失去單獨控制過半移植優勢 日元受壓見大約三個月低位 投資者憂慮日本央行可能推遲進一步加息 日元跌至大約三個月低位 曾經見153.8對1美元水平徘徊 每百日元對港元下市五算關口 在5.08水平徘徊 日元匯價受壓入股做好 日經平均指數升近700點收市 報38,605點 焦點財經講到這裡再會